岸田文雄拉拢中亚五国 明年日本与中亚五国领导人峰会能够敲定吗 经了普京的红线 在中国周边买雷 日本真的只是想跟在美国后面走 这么简单吗 这段时间以来 当国际社会的目光都聚焦在中东的时候 日本偷摸在中亚搞动作 已经越来越嚣张的态势了 咱不得不提防着 你看岸田为了拉拢中亚五国 促成2024年 日本与中亚五国领导人的峰会 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 手现在是越伸越长 而显然这已经触碰到普京的红线 国际社会一直向中亚地区 看成是俄罗斯的后华云 可见俄罗斯在这儿的影响力 是非同一般的 但是随着俄乌冲突以来 日俄关系急转直下 现在日本也盯上了中亚这块肥肉 那么就在这两天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不还在东京接待了前来访问的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吗 按照日本经济新闻的说法 岸田拉拢吉尔吉斯斯坦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吉尔吉斯斯坦 摆脱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依赖 换句话来说 你看日本野心勃勃 想在中亚取代中国两国 咱先不说岸田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就凭日本现在这个经济实力 都已经退到德国后面了 都退居世界第五了 能给中亚带来什么呢 拿不到好处 谁愿意和你日本混啊 所以也有人认为 日本在中亚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是在配合美西方的动作 扰乱 俄罗斯在中亚的故局 毕竟老美如今把中亚地区盯得很紧 今年9月份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拜登一下子见了中亚五国的领导人 这很显然 他就是想向中亚地区施加美国的影响力 从而撼动俄罗斯在这儿的影响力 因此可以说 日本与美国在中亚的小心思是如出一辙 只要能够取代俄罗斯 美日两国会无所不用其极 向中亚地区持续输出影响力 但说到底 中亚地区也是我们搬不走的邻居 美日把手伸向中亚很难说 没有想对中国施压的意思 毕竟中亚地区是我们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日本一直眼红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 很可能就是要在这儿动动手脚 因此不管是为了力挺普京 还是为了维护我们与中亚各国的关系 面对岸田的野心 中国还是发生了 我们要给日本在这儿立下规矩 就在岸田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第二天 我们王毅外长在北京也会见了乌兹比克斯坦的外长 在会谈中 王毅外长明确表示 反对任何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中亚国家的内政 这算是给日本在中亚的行动画了一条红线 当然我们也不是帮中亚各国拿主意 对于中国的说法 中亚各国也是非常欢迎的 因此我们一直反对日本和美国干涉中亚国家内政的行为 不仅是充分尊重中亚各国主权的表现 也彰显中国作为大国的大国企图和格局 目前巴以局势逐渐明朗 接下来的国际秩序或许会迎来全新的洗牌 每日居于下风自然不会甘心 我们必须时刻小心他们整出什么新的幺蛾子 坚定自己的原则 与各国一道努力建设没有美国霸权的国际新秩序 是我们前进的方向